我們今天把第五章給結束 那我們第五章的最後一位 我們上次已經講到有關於這個熱能量 熱能量流可以顯然-1CdL-T-X 然後在其中C是所謂的抵熱 熱溶 那V是我們的這個飄移速率 然後L是所謂的平致油鏡 那在這頭我們會把這個三分之一系列 而定義成這個K 那K是所謂的熱傳導係數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這個熱傳導係數呢 這個熱傳導係數它在我們的這個固體裡頭 它扮演的角色是怎麼樣 它怎麼 它的一個更深切一點的 這些物語的意義是什麼來的 我們可以這樣看 好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固體裡頭 其實是有一堆生殖在那邊跑來跑去 那其實生殖呢 我們上次講說它是波 它是一個波動的一個現象 那這些波動的現象呢 你們可以把它量子化 視為粒子 那就這堆粒子在裡頭跑來跑去 那這樣跑來跑去 直接跑來跑去的情況就有點像生殖器 所以我們叫做波動Gas 好 那這個波動Gas呢 它在裡頭跑的時候呢 那它就會發生什麼 碰撞跟閃射 所以我們的平均自由鏡 跟它在幾何上的這個閃射有關 OK 好 那當然它也可能 除了幾何閃射之外 它也可能會跟另外一個生殖呢 發生碰撞 然後呢 產生這個 就是縮減它的什麼呢 縮減它的這個平均自由鏡 好 OK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今天來想一下 這個平均自由鏡的這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我的這個 生殖之間的碰撞 我們就分這兩個部分來討論 一個是幾何 就是空間中幾何產生殖跟生殖之間的碰撞 好 那假設我們今天呢 這個波它是一個harmonic 就我們一般講的那種 所謂的波呢 是完全徵照輔合定律的話 那當它在發生碰撞的時候呢 那我生殖就會怎麼樣 穿過去對不對 它不會有一些這個散射的這個現象 那這個唯一能夠造成我這個生殖呢 發生改變的在什麼地方呢 在邊界 對不對 不知道邊界一定要反彈嘛 對不對 它總不能飛出去嘛 對不對 所以在晶體的邊界 會發生 會發生反彈 還有什麼地方呢 晶體有些imperfection 就是所謂不完美的地方 比如說有排差啦 有錯位啦 有這個地方有缺陷 就少了一顆原子啊 這類的情況我波當然就傳不過去嘛 所以就在邊界跟這個 這個有問題的地方呢 晶體不完美的地方 它才發生散射 如果我的這個波是一個harmonic的話 好 OK 所以呢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因此呢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呢 其實我們這個熱傳導的 熱傳導呢 就不會有什麼平均自由徑的問題 因為反而我都可以傳得過去啊 對不對 平均自由徑的概念是因為有碰大的東西 然後就被反彈才有平均自由徑這個概念嘛 你們再回想一下理想器的定律的時候 分子跟分子在碰撞 我們可以走路碰到 碰到然後呢就被反彈回來 那這段距離叫平均自由徑 所以要有碰撞才會有這種概念 那像剛剛那樣的一個解釋 就是我們harmonic的理論 它完全沒有辦法解釋 平均自由徑這個道理 也就是說它根本沒有平均自由徑這種東西 那如果harmonic的這個效應進來呢 那我的身子間的鼻子之間呢 就會怎樣 就真的會發生碰撞喔 像我們前面講過了 那會發生碰撞之後呢 它才有平均自由徑的這個概念 好 那我們來想想一下 我們剛剛前面推導的這個熱傳導係數啊 有最重要的這個K呢 正比於1 3分之1 CL 那這L平均自由徑呢 基本上呢 它會怎麼樣 正比於溫度分之1 也就是說溫度越高 正比溫度的導數分之1 也就是說我的這個溫度越高 我的平均自由徑越短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 溫度越高 我可以激發的生子越多 對不對 生子越多 那因為harmonic的效應 我會發生的碰撞就越多 所以生子數越多 自然平均自由徑越短 而生子的數目又跟這個溫度有關 對不對 所以溫度的導數 溫度越高 好 生子越多 那越容易碰撞 所以它應該證明溫度的導數分之1 所以越來越短 好 所以呢 這個溫度跟這個平均自由徑的關係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OK 那再來呢 我們再來講第二個問題 那有平均自由徑之後呢 再來下一個問題是 那我們怎麼達到這個平衡呢 我碰撞碰撞 在生子跟生子跟平均發生碰撞的時候 我怎麼讓整個材料裡頭 內部會達到什麼的Sermal Inflation 那一定有它一些道理在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來想一下 怎麼達到這個熱平衡呢 我們假設說今天一開始 左邊有一堆生子 它處在一個熱平衡或是在T1 右邊有一堆生子 它處在熱平衡 它在T2的狀況 那你就需要一些機制 讓左邊跟右邊 最後T1的T會達到他們的什麼 熱平衡態 對不對 好 那這個熱平衡態 怎麼樣去達到它呢 我們來看一下嘛 有什麼樣的一個效應 那我們先來回想一下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當然這些晶體的邊界 或者是晶體的這個不完美的地方 當然不會達熱平衡 為什麼 如果今天我們一樣回到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Harmonic效應 那我的生子會怎麼跑 它就左邊跑到右邊 遇到晶體的地方又有反射 回到右邊又跑到左邊 所以你會發生一個情況是怎麼樣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的溫度位 比如說這是30度 整根棒只是50度好了 整根棒只要50度 那有一塊地方是100度 那如果只有這個非完美的晶體的地方 以及晶體的邊界會造成散射 也就是說我今天整個裡頭生子呢 現在都是所謂的Harmonic效應 會發生什麼現象 我的坡洞 就是我的這個熱溫度比較高 100度的這一塊區域會跑過來 撞到邊界的彈回去 跑過去 所以你有遇到一根棒子怎麼樣 有點像那個什麼 警察那個閃碩那個紅色的燈對不對 左邊右邊左邊右邊 溫度有點不會平衡嗎 因為你沒有把熱分給大家 你就永遠在邊界碰來碰去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下 絕對不會達到這個平衡 那主要因為它這個東西呢 並沒有發生碰撞 並沒有改變你的什麼 改變你的每一個生子的這個動量 好 那我們再來看呢 那我們前面不是說講過嗎 我們可能它有一個所謂的三生子的碰撞 對不對 一個生子加兩次的噴撞變成三個生子 那這種情況會不會造成這個平衡呢 這種情況其實也不會造成這個平衡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呢 總生子的動量 我這樣碰過去算變成兩個人 可是這兩個人會怎麼動 繼續往前動對不對 所以撲還是這樣 來來回回走來走去 對不對 因為總動量不變嘛 所以呢我碰了變兩顆 那變成兩顆之後呢 我可以再碰變四顆 可是怎麼樣 我總動量平均都是怎樣 還是往這邊走的 所以我這樣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還是熱怎麼樣 一直跑來好去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不會達到這個平衡啊 所以這種情況它一樣不會達到這個平衡 因為我的總動量不變 所以呢 我的Z假設是我的 就是NK呢 是代表說在某個溫度下 某個溫度K 這個是DK的溫度下 我的生子數目 那我的總動量 雖然我的生子數目可能會改變 可是呢 我的總動量在這種情況下還是不變 所以我這一區的平均的動量 經過在材料裡也算會碰撞 可是我總動量還是這樣傳來傳去傳來傳去 怎麼樣 不會達到平衡 所以這種情況下呢 總動量變化等於0 所以我還是不會達到這個平衡 好 那到底怎麼樣才會達到這個平衡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來想像一個過程 好 柯本舉了這個例子 不過這個例子可能不是那麼好懂 他就說 你可以把生子想像成像這個氣體一樣 我們在這個生子的過程裡頭 有兩種過程 一個叫做N-Process 就是所謂Normal Process 正常的過程 跟所謂的U-Process Clent Process 就是導逆 或是這個 這個被閃射的過程 好 那差別在什麼地方呢 正常的過程呢 我們在氣體 我們在想一件事 氣體在移動傳播的時候 假設有一邊是熱氣 一邊比較熱一邊比較冷 那我氣體剛剛會從這個 慢慢慢慢往本的地方這樣跑 對不對 那如果兩邊是開口的 就只會一直跑過去了 好 那這種過程呢 我們叫做所謂的N-Process 就是跟我們材料裡頭一樣 熱氣這樣跑去 好像生子從左邊比較熱 要一直跑到右邊這樣子 好 那這個呢 表現它會一直過去 那有一個東西叫U-Process 那什麼叫U-Process呢 就是我兩端是封閉的 這邊是熱端 這邊是冷端 雖然我生子會跑過去 可是我到冷端的時候 我還是會要反彈回來啊 抱歉 這邊是氣體 這兩張圖是以氣體做範例 氣體跑過去還是會反彈回來啊 對不對 那同樣的生子這樣跑過去 是會反彈回來 好 那這樣子其實這個解釋呢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懂 我們先來看一個東西 然後再解釋給人品 就容易懂了 好 那我們過 我們剛剛講 三個生子的行為呢 其實呢 並不會達到這個平衡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行為是怎麼樣呢 我們在前面講 生子在發生 跟金鶴發生碰撞的時候 他除了生子的情況外 還有一個情況是什麼啊 當我兩個生子發生碰撞的時候 他產生第三個生子的時候 如果這第三個生子 他的情況是怎麼樣 大於一個G 在我們的所謂的像空間 保證空間中 那個K大於一個G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寫K3加G G是什麼呢 G是我們保空間的一個向量 一個完整的一個保空間傳遞向量 好 畫成圖示就像這樣子 假設這叫K1 這叫K2 好 K1 K2可以行就是K3 這個沒有問題 如果你這個K3非常的大 大過一個G的時候 我們在之前有講過一件事情 當你的所有的波向量 或者是你的這些 在這個導空間裡頭 當你向量超過一個不圓區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做 把它剪掉一個完整的不圓區 讓它折回來 對不對 我們前面有講過這件事情嗎 當你的一個波向量 超過一個不圓區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剪掉一個區 讓它折回來 所以超過一個不圓區就折回來 變成這個樣子的情況了 所以這裡有一個等式叫K1加K2的K3加G 就是這兩個加起來 它超過去了 那我把它剪掉一個區值 所以就折回來變成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呢 這還是動量守恒 你看K1加K2超過一個G 那現在K3只有這麼短 再加一個G向量 所以它兩個核的向量是在這邊 所以我的總動量還是不變 可是呢我變成兩個向量 好那你說這個數學這樣 有什麼樣的一個意義呢 這樣這個意義 這樣意義叫什麼呢 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叫做說 Attempt Process 就一般我們熱傳導 如果你要以後做材料 有做到有關這個熱傳輸的這個現象的時候 有一個叫U Process 就是這個 這是個德文啦 這是個德文 正確念法我也不是很清楚啦 好 那這個Process 這個意義大概就是所謂倒逆的 就是說我的散射好像是倒過來的 就是被打到它反彈回去 這叫做所謂U Process 好 那這個U Process不要忘記喔 它還在經格裡頭 今天我有一個固體放在一個地方上 第一個 假設沒有外界關導的情況下 它動量必須守恆 對不對 能量必須守恆 好 那剛剛這個Process 到底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 這個看起來雖然數學上合理 可是想不通 它想要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 其實它的道理很簡單 然後它為什麼跟這個平衡有關呢 我舉一個例子 做個比方 這個比方也許有一點點不是那麼對 但是你大概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當你還是小朋友小孩子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玩過一個遊戲 什麼遊戲呢 你把一個臉盆放滿了水對不對 然後呢你用手用力去拍打它 你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 有沒有 你是小朋友的時候有沒有拍過水面 有沒有 有嗎 大家都乖小孩對不對 都不會這樣玩 那大概說我比較壞啦 我會把水盆放滿水的手去拍它 手去拍那個水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點什麼事情 你越大力拍那個水就會越痛 對不對 你手這樣放下去 水就給你壓下去了對不對 可是用力拍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手很痛 好 這告訴你什麼事情 你可以這樣想像 想像一個東西 好 假設這裡有很多 分子或是水原子 都可以到水原子 抱歉 分子 好 我現在一根手指 我這樣頂過去 我這樣推過去 我慢慢的推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顆水分子就被我推過來 跑這個位置去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好 假設我這樣大力這樣拍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當然我們現在用微觀的角度 我只拍到這一顆 如果 照一般 牛頓的定律 這一顆水分子要跑到哪裡去 要跑到這邊來 很大力拍它 對不對 他要穿透它 穿透它 好 穿透這件事情可不可能 穿透它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不可能嘛 就像我現在推你 對不對 我被一推手一戳 就穿過你的身體了 會不會 不會嘛 如果手這樣去吐你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這樣 被推對不對 是不是 好 那這個東西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你現在看一件事情 當我K1加K2 小於一個布里圓區的時候 就好像怎麼樣 我推這個東西 我只是推過來這邊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顆粒子他得到的能量 他在這邊震盪 這沒有問題 對不對 假設我這樣用力戳一央子要戳它 對不對 發生什麼事情 事情就不簡單 就跟你大力拍水面一樣 你會感覺到很大的力反彈在你手上 那這些力哪裡來的 請問一下這些力哪裡來的 你大力拍水面的時候 我大力拍它這樣子 我被反彈了 那誰反彈我這個力 是那顆粒子還是這整個白板面 你們覺得誰給我這個反彈力 我說被反彈啊 誰給我這個反彈力 是不是這一大堆原子 因為他們的見解力很強 所以當你推他的時候呢 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一起抵住對不對 一起抵住 讓他怎麼樣 讓他不會往後跑 就是我推你 我戳你一下 戳你的肩膀 不會手下就穿過去嘛 是你整個人對不對 整個人被往後推嘛對不對 所以誰反彈給你力 全部的分子反彈給你力 好那我們就回來看這個視頻 如果有這樣的概念 就可以比較 這個就比較好瞭解了 好你大概課本沒有解釋這個原因 但是你大概這樣講 當我K1加K2 兩個身子集合在一起 要形成第三個身子 我兩個人一起推你 推的力已經大於超過 一個布里院區的時候 那全部的金格 就一起抵住 你要推他的這一份動量 或要推出的力 全部的金格接受了什麼 加一個G的意思是什麼 全部的金格 接受了這個超出去的動量 所以當你全部的金格 接受了這個動量的時候 是不是全部的金格 就得到了動量 對不對 只是當你一百個就除以一百 一千個除以一千 一萬個就除以一萬 所以最後每個人分到了指怎麼樣 很小 可是呢 他的結果是什麼 全部金格都得到很量了 對不對 好 通過這種方式 我才有可能達到這個平衡啊 假設我今天左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兩個和弦 給金格一個很大的動量 那右邊這個也有兩個很大的 給金格的動量 最後呢 每個人多出來的動量 都分給了所有的人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規定 每個人都很會賺錢 對不對 但是賺超過22K的 全部都要交給國庫 國庫 再把它處於全國人民 這個句就是做這件事情 要了解嗎 少於22K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都自己拿走 超過22K 對不對 這叫均付卡 對不對 大家最喜歡發均付卡 超過的錢就分給全部的人 這樣是不是就達到這個平衡了 對不對 就均付了嘛 對不對 這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經過這樣的情況下 經過這樣的情況下 超過第一步連區的 這個倒逆 雖然你會倒逆 但是你所有得到的這個能量 都丟給了金格 所以你不但動量也守恆 還在金格裡頭嘛 對不對 能量也守恆 你還在金格裡頭 你並沒有多能量 也沒有多動量啊 可是如果你只看剛剛上面這個是 乍看之下 怎麼會莫名其妙多出一個G值 這不合理嘛 對不對 所以唯一合理的情況是什麼 動量分給全部的人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U process呢 才是我們怎麼樣 真正能夠達到怎麼樣 能夠達到熱平衡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如果兩個碰撞 這個值小於 小於一個物理院區的話 那你那個G值就會軟 對不對 那就是所謂normal process 就是正常的繩子碰撞 產生新的一個繩子嘛 它那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達到熱平衡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可以來看 那什麼時候這種情況會發生比較多呢 當我的溫度大於 debide temperature的時候 大於這個debide溫度的時候呢 大部分的繩子都已經被激發了 因為我們的這一個 KVT大於H5OMG 對不對 因為ceta可以定義生什麼 H5OMG3KV嘛對不對 當你溫度大於它的時候 你的熱能就大於它 所以所有繩子都被激發起來了 至少都不是在ground state 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的這個U process呢 就會佔領了什麼 主要的一個情況 就會大部分都是一個U process 就是大部分隨便兩個種在一起 就會超過那個 所以就會有一個倒逆產生 好 OK 那這個情況下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 幾乎都是所謂的這個U process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去說 到底哪些是U process 哪個溫度或是哪個區域是U process 哪些區域是N process 因為大部分都是已經是U process 在高溫的情況下 好 所以呢 我們說一件事情啦 只要我們的這個兩個合在一起的繩子 K1 K2 我的能量大於2分之1KbZ 就是依照剛剛講 大於什麼 大於一個H bar omega max的話 那我就容易怎麼樣 我就會容易發生什麼的U process 也就是說我這個向量呢 基本上大於一個2分之1G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到目前的位置 所以了解什麼達到這個平衡了嗎 知道了嗎 好 那是一樣喔 能量守恒 動量守恒啦 那這個 那在低於分的情況下呢 那低於分的情況下 可以發生這種情況甚至就很少囉 那這些超過2分之1KbZ 能量的這些 這些升值有多少呢 大概不正比 這個就是Boseman Factor 他掉下去的非常非常快 所以在低溫下呢 隨便隨機抓到兩個都可以超過他的 然後碰撞 然後造成這個U process 就很少了 就會很少了 好 好 所以呢 最後呢 這些現象 這些現象 他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 我們升值的平均自由鏡呢 會得到一個3分之1Cbm這個情況 那這個平均自由鏡 跟我的這個比熱熔 跟我的速度這三個 都會影響到你的熱傳導 那平均自由鏡越長 你熱傳導就越快 對不對 你的飄移速率越快 你的熱傳導也越快 比熱熔越大 他傳熱也會越快 這是最後我們得到一個這個結果 OK 好 那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熱傳 達到熱平衡的一個條件 那我們再來談談看 有關於這個imperfection 就是所謂的這個 經格中不完美 什麼叫不完美 譬如說 經格中的不完美 譬如說我現在經格 正常來說 我這樣周期性的這樣排列 周期性這樣排列 結果呢 我下一排都變成 突然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這一排 這樣子 這個變成這樣子了 那在這個地方呢 就發生什麼 譬如說像排X 這叫排X 那或者還有什麼情況呢 經格點這樣子這樣子 少了一個點 這點缺陷 那當然也可能一整排不見 線的缺陷或是面缺陷 一整排不見的也有可能 好 這個叫做imperfection 那這種imperfection呢 就是所謂的幾何下一個 你一個坡本來哈爾傳到這邊的時候 然後我本來下一個要傳到這個位置去 結果呢 沒有人可以傳了 對不對 這種東西就會造成什麼 這就看起來好像我坡傳到邊界 我就彈回去了 對不對 或者這個坡我傳到這個 下一個就沒有人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種所謂gealamic 就是所謂幾何的效應啊 幾何的效應 它也會限制我們這個 滷陷自由記 OK 好 那這些 這個幾何的效應 除了這個外還有什麼呢 除了邊界 那還有什麼 同位數 同位數也會喔 同位數怎麼樣 你知道這個 我們一般的元素裡頭 今天 譬如說我們今天都在 Silicon系裡頭 系裡頭 每個都系原子對不對 或是碳原子好了 碳都是12對不對 C12 來C12 C12 C12 欸這邊變成C14的 碳子4的 欸它質量特別大 那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嗎 我們的Omega是正比什麼 我們會想來K by m嘛 對不對 今天你如果是同位數的話 你的頻率突然就會變成什麼 m' 對吧 那這也是一種幾何效應 你假設有isotope 就所謂同位數 那當然你除了同位數也可以換成 我們別的 別的什麼 別的元素嘛 譬如說我們常見的這個 譬如說 Silicon 我們中間可以Blocking什麼 我們可以把銅放進去 對不對 Blocking銅進去 讓它變成什麼 變成P-type嘛 對不對 之類的 好 所以你可以換化學元素 對不對 化學的雜質 那剛剛講的這個金格的不完美 或者說結構根本就怎麼樣 Hermorphous Hermorphous是怎麼樣 非晶泰對不對 本來結晶周期排得好好的 到一個地方突然就亂排了 這些都會 都是所謂的imperfection 都會造成了平均而進的這個縮短 OK 好 所以呢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熱傳導裡頭 其實大部分 大部分影響熱傳導 因為材料的本質 比熱榮 跟它的這個生殖的傳遞數量 大概 你組材料是這個樣子 變化率都很小 最大影響的通常 還是這個平均自由鏡 所以這個平均自由鏡呢 會決定什麼呢 決定你熱傳導的這個樣貌 OK 好 那在這裡頭呢 這個平均自由鏡 還會受到什麼樣的東西影響呢 還會受到所謂的這個 尺寸效應的影響 那這個 尺寸效應呢 主要是由這個Decas 跟這個BioMars 這兩個人 所發現的 那它發現在純的經格在低溫下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熱傳導會突然的什麼 會突然的這個降低 那這受到尺寸效應的影響 事實上應該是這樣子啦 我們這個 這個熱傳導率 熱傳導率 不同的材料不一樣 有的是這個溫度很大 這個溫度很大 比如說這個是300K 當然這個是定義的材料 這個是這個0K 那有的材料呢 它尺寸效應的影響 它會掉得非常非常快 這個掉下去的這個速度就會不一樣 那就是不同的這個size 不同的size 尺寸效應會影響我的熱傳導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做奈米科技的時候呢 那你會提供一下你很多物質的這個性質 包括你的電氣 包括你的這個熱血的性質 在這邊就尺寸效應會造成那個影響 好 那通常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尤其在低溫下 就是掉下去的這個幅度呢 會掉得非常的快 那通常來說呢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跟著講嘛 低溫下這個U-process 它是非常沒有效率的 因為為什麼你要抓到這兩個 兩個超過2分之1KBθ的這個生質呢 很難抓得到 因為速度不太多 所以尺寸效應就會是主要的效應 所以你不同的尺寸呢 尺寸越小 這個東西就掉得越快 它就掉得越快 好 那基本上來說呢 我們熱傳導器跟尺寸效應的關係 怎麼可以寫成K大概等於CVD 那同一種材料 你的低值越小 你的K值就會變得越小 同一種材料 尺寸越小 低值就越小 就越不容易導熱 所以奈米材料啊 越小 越難什麼啊 導熱 越難導熱 那如果在材料尺寸一定的情況下呢 如果材料尺寸一定 那我的這個傳導就跟CV有關了對不對 那低溫下CV正比什麼 T38嘛對不對 比那種可以有增過嘛對不對 所以呢 低溫下 你看我們的小材料 它的水溫度的變化K值 就會寫成T38 再乘上你的這個尺寸 大約啦 大約是這個樣子的情況 好 所以呢 這個尺寸效應 這個尺寸效應 這個尺寸主要是指這個什麼 你的這個 這個材料的什麼 的直徑啦 大概 大概跟它是有關的啦 好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 intervention告訴你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再來想想看 那關於做材料 還有什麼樣的一些東西可以說呢 我們說 在低溫下的情況 你想想看 我一般認為什麼東西最容易導熱 金屬對不對 金屬才會一般認為最容易導熱 可是以後你們去做實驗的時候 你們會發現一個問題 其實在低溫下 反而很多人喜歡用氧化物 來當導體 為什麼呢 在低溫下 假設你的晶體 是一個 具有DiH 所以有一個介電材 介電值的這個材料 什麼叫介電材料 就是說 DiH 介電材 什麼叫介電材 假設如果是正電盒 正Q 負Q 兩個有一個距離D 對不對 那我們有學過嘛對不對 P等於什麼 QD嘛 有沒有學過 Electric Preservation 對不對 Electric Diploment 那把這個Diploment加起來 沒有用大P來表示 就是Electric Preservation 電極化率 對不對 那假設一個材料內部 有這種電極化的一個 的情況 這叫做所謂的 Di Electric Crystal 具有電極化這個材料 好 那電極化的材料呢 在低溫下呢 它也很會導熱喔 而且它還不輸給金屬喔 我們舉一個例子給你看 譬如說 Di Electric Crystal Di Electric Crystal Di Electric Crystal